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当爸爸做妈妈》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宝宝的我是小营养师健康餐盘 二,小小运动教练的家庭奥运会 三宝宝的我是小心灵读者勤胆连连看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宝宝的我是小营养师健康餐盘 当然,亲爱的听众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非常可爱又极其重要的话题 宝宝们的我是小营养师健康餐盘 这不仅仅是一块装满了色彩斑斓食物的餐盘 而是一本无字的营养教科书 一场味蕾的盛宴 更是一次小小探险家的奇妙之旅 首先,让我们来揭开这个餐盘的神秘面纱 想象一下,一个圆圆的餐盘被巧妙地分成几个区域 每个区域都代表着不同的食物群 有的区域是绿油油的蔬菜 有的是五颜六色的水果 还有的是满满的穀物和蛋白质 这不就像是一幅用食物画出的彩虹吗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小营养师们是如何操作的 首先,他们会用一双好奇的眼睛审视这个餐盘 就像是一位小小的探险家在研究地图 然后,他们会用小手拿起一块胡萝卜 犹豫着是先咬一口还是先用它来画画 接着,他们可能会用一根芹菜棒当作魔法棒 轻轻一挥就把旁边的土豆泥变成了一座小山 这个餐盘不仅仅是关于吃的 它是关于探索,学习和发现的 每一次用餐都是一次关于味道,质地和颜色的实验 宝宝们在这个过程中学会了什么是甜的 什么是酸的,什么是脆的,什么是软的 他们学会了如何用餐具,如何分享食物 甚至学会了一些基本的饮食礼仪 但最重要的是,这个我是小营养师健康餐盘 教会了宝宝们如何做出健康的饮食选择 它像是一个有趣的游戏,但每一部都是精心设计的 旨在培养宝宝们对均衡饮食的理解和兴趣 当他们长大成为真正的营养师时 他们会感谢这个小小的餐盘 因为它在他们年幼时就拨下了健康生活的种子 所以,下次当你看到一个宝宝在用餐时 不妨想象一下他们是如何在这个小小的餐盘上展开他们的营养大冒险 而我们,作为他们的指导者和观察者 不仅要确保这个冒险既安全又有趣 还要确保它充满了学习和成长的机会 毕竟,今天的小营养师可能就是未来的健康改变者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小小运动教练的家庭奥运会 好的,让我们来聊聊这个充满活力又略带滑稽的现象 小小运动教练的家庭奥运会 想象一下,一个家庭 由于家中有一位对运动充满热情的小教练 变成了一个微缩版的奥林匹克竞技场 这位小教练可能还没有学会正确的机械带 但他们对于比赛的热情和规则的严格执行 却可以和任何一位资深教练媲美 首先,我们得承认 家庭奥运会的项目可能与传统奥运项目略有不同 这里的比赛项目可能包括 谁能最快把玩具从楼梯上扔下来 谁能在不触碰地面的情况下挑得最远 或者是谁能在客厅里搭建最高的枕头堡垒 这些项目虽然不见于国际奥委会的官方项目列表 但在这个家庭奥运会中 他们的地位无疑是至高无上的 小小运动教练会以极其认真的态度来管理这些比赛 他们可能会穿上自制的奖牌 用手工制作的火炬来开幕 甚至可能会要求家庭成员进行国歌仪式 这位小教练会严格监督比赛 确保每个参赛者都遵守规则 哪怕这些规则是在比赛开始 五分钟前才被创造出来的 家庭成员们在这种情况下 通常有两种选择 要么全力以赴 要么做好被小教练严厉批评的准备 因为在小教练的眼中 家庭奥运会是一项严肃的竞技活动 不容有任何的马虎和懈怠 当然 这种严肃通常会在比赛中 被一些意外的幽默时刻所打破 比如 当家里的宠物决定加入比赛 或者当某个运动员 在执行完美的跳跃动作后 不小心坐在了蛋糕上 最终 家庭奥运会不仅仅是一场比赛 它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一次欢乐的聚会 是对小小运动教练梦想的一次支持和肯定 每个人都是赢家 因为在这场奥运会中 最重要的不是金牌的数量 而是笑声和欢乐的时光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一个小孩子 在家中自信地吹着哨子 指挥着家人进行各种奇特的比赛时 不妨加入他们 体验一下这种独特的家庭奥运精神 毕竟 谁又能抵挡得了这样的纯真和热情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宝宝的我是小心灵读者 请感连连看 好的 让我们来聊聊这个充满乐趣和挑战的话题 宝宝们的我是小心灵读者情感连连看 首先 我们得承认 宝宝们在情感理解方面是真正的小魔术师 他们可能还不会说话 但他们的情感雷达却异常灵敏 这就像他们拥有一种超能力 能够通过哭声的不同音调 面部表情的微妙变化 甚至是家长的心跳和气味 来读懂周围人的情绪状态 想象一下 一个宝宝正坐在婴儿上 眼睛盯着妈妈 妈妈微笑了 宝宝也跟着笑 妈妈皱眉 宝宝可能会开始不安 这不就像是一场无声的心灵对话吗 宝宝们的这种能力 让我不禁想起了古代的占卜师 他们声称 能通过观察星辰的位置来预测未来 不过 宝宝们的预测更加直接 他们通过观察父母的情绪来预测 自己接下来可能得到的抚慰 或者玩耍的机会 但是 这种心灵读者游戏 并不总是那么简单 有时候 宝宝们的解读会出现误差 比如 当爸爸因为看球赛而大声欢呼时 宝宝可能会误以为这是愤怒的表现 于是开始哭泣 或者当妈妈在电话里 尽力保持冷静 而宝宝却能感受到他的焦虑 开始变得不安 这些都是宝宝们在学习理解复杂的 人类情感时的小插曲 有趣的是 宝宝们的这种能力 不仅仅限于读懂情感 他们还能通过一系列的试错 来了解哪些行为 能够引起父母的注意 比如 宝宝发现 每次他们扔掉玩具 爸爸妈妈就会弯腰捡起来 于是 这成了一种游戏 宝宝扔 父母捡 反复进行 直到父母意识到自己 已经成为了宝宝的人心玩具 自动取回机 总之 宝宝们的我是小心灵读者情感 连连看是一场充满惊喜 和挑战的冒险 作为父母 我们不仅要学会解读宝宝的情感信号 还要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 以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 这个复杂多变的情感世界 而对于宝宝们来说 每一天都是在情感的大海中航行 不断学习和探索 这是一段积温心 又有时让人哭笑不得的旅程 但最终 它将帮助宝宝们成长为情感丰富 富有同理心的人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一个宝宝 在用他们的小手小脚 和我们一起玩 我是小心灵读者情感连连看时 不妨想一想 他们是如何在这个游戏中 展现他们的超能力的 同时也要记得 他们并不是经常能够准确地 读懂我们的情感 所以我们也要给予他们一些宽容和理解 毕竟 这个游戏对于他们来说 是一次学习和成长的机会 好了 亲爱的观众们 我今天就要结束我的节目了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内容 并且能够从中有所收获 如果你有任何想法或者问题 不妨在评论区留言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 这个有趣的话题吧 记得保持好奇心 保持笑容 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收看 啊